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开始想打一个抢开局 利用自己的这种前场的逼抢 因为想着自己是三个外援中场 逼迫对手想抢一个开局进球 但是没有想到其实苏宁的这个战术非常针对性 不跟你中场纠缠 直接就打你后卫的身后 第一个丢球有点快 是一个定位球 包括全场比赛的五个丢球 有三个是定位球 其实这也比较少见 因为吴智岛上阵之后 从去年上阵之后 他就狠抓定位球的防守 我记忆中应该是第一次 一场比赛丢了三个定位球 是 而且另外一边 苏宁这边的进球是全部都来自于他们的本土队员 这可能在苏宁历史上 也是近几年比较少见那场比赛 老季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场比赛 其实不光是苏宁了 那天其实所有的六五进球 全部都是中国本土队员打进的 但是我觉得刚才其实杨毅也说到了 主将来吴智岛在赛后发布会 已经做了一些解释了 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原因 升华队要去想想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注意到所有的丢球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那种所谓的以少防多 就说不是说对方真的反击 然后到了你这儿 然后出现单刀球 像昨天上岗丢球 就是一个像单刀球这样的 那是一次防守失误 防守失误就是单刀球 但是上岗升华队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禁区里是有人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我觉得还是一个昨天可能态度上面 有点要去反省的问题 可能有点松 因为我们看在第一个定位球 当时那个角球丢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苏宁的球员个子并不高 只有一米七零 而且他的身后有升华队的空霸莫雷诺 前面还有个刘若凡 为什么这两个人当时都被对方抢了个前点 包括我们看到第二个丢球也是差不多 对方从禁区右侧传过来之后 在禁区里其实有人的 但是当时没有去抢这个前点 就是感觉就是慢慢拍 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球队怎么样去反省一下 没错 可能在之前联赛中的三场连胜 加一场逼平恒大队 应该说让深华队整个球队士气很高涨 但是这样一场溃败 或许让球队可以去好好的反省一下 清醒一下 看看在之后的联赛中如何来应对 同样对于上岗上岗也是如此 六连胜以后的这样一场平局 度假的发挥固然是可圈可点 但是更多应该是在于自身的门前机会的浪费 这确实是需要两家俱乐部都好好的去总结跟反思的 我们会首先来看看这一期给您会送上的五星大嘴巴 过去的一周 上海双雄同时奔赴澳洲 一个为荣誉而战 一个则旨在锻炼新兵 首先来到悉尼 考虑到周末的联赛 森花在本场比赛仅派出莫雷诺一名外援登场 整个上半场双方都没能获得太多机会 半场结束双方0比0收场 中场过后面对一心渴望改写底分的悉尼FC 森花的防线依然稳固 第79分钟 悉尼FC获得全场最家破门机会 皮球被门将大牛奋力付出 最终时隔七年重回亚冠舞台的森花 以五平一副的战绩 结束本次的亚冠登场 再将视线转向墨尔本 早早锁定小组第一 让上岗对于墨轮挑战墨尔本胜利的比赛 有了极大的自主余地 正如外界普遍预料的那样 主教练对阵容进行了大面积轮换 而队长胡尔克也只是在下半场得以登场 以保持比赛的节奏和状态 上半场维林为主队破门 林创意推设颁拼凭分 打入个人在亚冠赛场中的首领金球 下半场英恶母帮助墨尔本再度领先 最终上岗一比二不敌墨尔本胜利 好在本场胜负意义不大的比赛 本就只在锻炼新人 对于这群小将的表现 球迷们也能给予足够的认可 我觉得是主教练在演练阵容 我不是太在意那场输赢 我觉得应该实现要考虑 淘汰赛阶段的对手的情况 还是比较满意的 特别是林创意吧 他受伤之后回来还是进球了 所以说还是比较开心的 虽然说结果不是很好 但是过程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得到了锻炼 我觉得于豪 陈冰冰 我觉得这些小将都给我们 眼前一亮的感觉 年轻球员在阳光的表现上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林创意的那一击 进球吧 也是非常的漂亮 除了积极跑动的球员之外 本场最抢眼的第12人 无疑要颁给球场上卖力的海鸥 有趣的球迷就为这群 无敌抢劲王制作了一份 飞行距离表 让观赛的球迷感受到了 一番大自然的奥妙 上岗的亚冠下一站 将前往客场挑战 鹿岛鹿角 对于这只不算陌生的日本竞鱼 球队将向着亚冠四强发起冲击 他们的整体配合 还是比较传统的 日本球队的流畅的配合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负责的 我觉得我们赢面还是很大的吧 因为虽然今年没有提出 夺冠的口号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心中 都是憋了这狠气的 亚冠当中其实每一个对手 其实都是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我们不能小看任何一个队 即使我们在小组赛中 对日本韩国球队 目前来说战绩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不能轻敌 因为去年普和 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小组同名结束了亚冠小组赛之后 上岛全队已经于周四 抵达上海 拥有了为期两天的调整时间 而除了队长博尔科 随队前往博尔本之外 其他外援以及大部分主力球员 都留守上海 这让球队能够以更加称赛的提名 全力迎战太霞 上海上岛能够继续刷新他们的 联赛最佳开支运动 值得球迷关注 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蛮有希望的 当然希望我们能够一鼓作气 拿下我们的赛季七连胜 继续连胜嘛 七连胜 连胜我想应该不会整个赛季都连胜的 所以就是说不顺走会来的 亚冠的时候我们的主力也得到了 大部分的轮休 所以说对今天晚上的比赛还是比较快好的 从去年到今年整个球队在主场的战绩 都是非常的优秀的 就希望他们能够 怎么说呢 克服技能的困难吧 然后能够在主场带来三分 比赛开始后 志在冲击七连胜的上岗 就展现出了必胜的信念 进攻 一浪高过一浪 然而或许是泰疆专注度摆在进攻 开场仅六分钟 泰达抓住上岗后防失误 阿提姆棚获得了单刀的机会 在速度优势下推射破门 打破僵局 第29分钟 上岗获得颁平比分的机会 但裁判通过视频回看后 判罚该球月位在先 进球不效 上岗以一球落后 进入中场 第57分钟 上岗获得任意球机会 奥斯卡挑船禁区无垒前点争抢投球 吸引了对方的防守重心 后点包抄的吕文军阐射破门 为球队颁平几分 而在之后的十几分钟 就成了一个人的表演时间 泰达门将杜家仿佛开了外挂 犹如反号客装甲一般神勇武 让绿巨人的数次攻门都无功而返 全场比赛他总共贡献了14次赴救 力助球队在客场赢下一分 而领投阳上岗只能无奈吞下一场平局 不远远载七连胜 但他们在此前创造的六连胜记录 依然值得撑到 对 会有可惜 但是我觉得这行比赛更加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方的门将可能有点开挂 然后发挥很神勇 很可惜 今天没有赢下比赛 机会很多 明明我们进来不知道 为什么那个 将来要吹哨 对 就让每次都要吹哨 然后呢 还有一次把我们的 就是1比1然后变成0比1 这个裁判吹得有点混乱 然后呢 阿西姆腾在换人 把他换下去的时候呢 就是说 才骂严俊林 我认为这种动作的确 是有点要被逐鞋罚的 浩克最近好像他的胜门感觉不好 到60分钟以后进好球以后 有一阵一下体能就上不来了 上岗期的还是OK的 但是有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 像吴雷有一些单刀球 然后浩克有一些远射都没有打进 还有两次重力步 我认为这是还有很遗憾的 就是最后的时候 对方守门员都说到了 就是想拖延时间 就是说快结束的时候 顾家那一次我们有一些假如说的不好嘛 就说有点会重要嘛 然后我认为这是没有那种什么 没有展现那个球员的一种气质 我们球迷肯定是希望能够七连胜 甚至继续保持下去 甚至九连胜十连胜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平局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 因为首先至少是保持了不败 然后也是让我们球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嘛 毕竟中超联赛还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在上海双雄为我们奉上精彩比赛的同时 我们五星大嘴巴赛后送惊喜环节 也依然在每个主场 与你不见不散 最后来到昨晚的另一场焦点战役 申花与苏宁之间仿佛总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 然而本场比赛占据上风的却始终是江苏苏宁 开场前30分钟 他们就以两球领先 即使荣浩为申花扳回一球 却依然没能抑制住苏宁继续扩大优势 下半场10分钟内 谢鹏飞和李昂再入两球 而吉祥也在此一完成了自己的助攻帽子戏法 这是要预祝球迷五星节快乐的节奏吗 最终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申花 被对手终结了此前保持的连赛四门不败 球队重整士气已迫在眉睫 那的确从中超联赛上海两支球队这轮比赛的表现来看 确实可能跟之前的四轮比赛 两支球队连续保持不败 甚至上岗全胜的状态 的确是有一些对比 那当然从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 对于申花队来说 的确在整个和苏宁的比赛中完全处于下风 这点上我不知道杨毅在赛后跟咱们的队员和教练 有没有一些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呢 对 沟通过 因为他们也是说没有料到对手的反击 打的是这么有特点 而且非常有针对性 其实主要还是在思想上面 有一些松懈就像前面说的 之前可能跟恒大打平 包括跟吸力用替补阵容跟吸力打平 可能让球队也出现了一些想法 觉得自己再回到中超 控一控压住对手打正地战 因为吴子岛后来特地提了一句 他说我们现在的这种 有伤兵员的情况下前锋 我们可能在打正地战上面 还是有欠缺的 他也提这场比赛的这个 苏球也是一种比较清醒的认识 可能球队还是要回到自己一个 比较稳固的这样一种心态上面 平和的心态 还是以弱者去拼对手 我觉得另外一条球员也讲 就是苏宁的这个反击 让他们有一点在场上 有点蒙掉了 蒙掉蒙掉了 包括主要特谢拉在这个 和谢弘飞两个人 针对生化的这个右边路 其实进攻的威力 在上半场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从这种上来看 生化队确实像刚才 很多球迷所提到的一样 一个是马丁斯有受伤 另外朱建荣好容易能够 复出比赛之后又受伤 我们老季对于目前 整个生化阵容 以这套班子去应对联赛来看的话 这种状态 是不是会跟这个球队 其实在实力上和阵容上 跟很多球队相比 处于下风有一个关系呢 首先从这场比赛来看 上海生化队现在夏天 是必须要引进一名新的外援的 本来可能会有这种侥幸心 你觉得我们这三个也可以用了 现在最大问题是 没有第四外援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这三个外援 他就没有竞争的感觉了 他们觉得我们肯定是铁打的主力 所以昨天比赛中 其实咱们很多人谈论中方球员 其实昨天比赛中 其实我们说个别外援 其实在场上面那个状态 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而且王正你知道吧 上海生化队是去悉尼那套阵 因为悉尼我去了 我今天昨天看来场上 其实有一半队员没有去悉尼 他们是在上海好好休息了一下 你可以数一下差不多有六七个队员 五六队员是没有去的 但是在昨天的比赛中 你没有看出来好像你是经过了一次休息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要去考虑 而且第三点我也想说什么 就是说昨天咱们看苏宁 苏宁我们主要是去年他在保机 给了很多人印象觉得 这个队怎么已经到保机去了 所以可能吴兴忠觉得他已经不是中超强队了 但你去看苏宁队里面 他曾经特谢拉是中超的 曾经是刚来的时候是胡尔克级别的 一个这种外援 第二个他在里面无锡的什么都是国家队以前的主力 差不多现在也是等于主力级别 像吉祥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队其实实力真的不差 而这个队还具备了打反击的一种往返的这种能力 而上海神华队现在这场比赛就证明了什么呢 现在目前球队的体能状况和球员的配置 是不能打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往出去打 然后这种来回的反击的 这个现在速度提不上去了 对 其实昨天应该说从开始以后 神华队的确是科长比赛 在奥体中心想要去争一个三分 但是这个一争之后整个阵线往前一压 这其实正好杨毅是入了苏宁的套 所以说就是掉入了一个陷阱 对 正好我们想攻出去控制球 然后对方也想好我就打你反击 而且他反击其实效果其实很有针对性 就是最大的就是吉祥 比如说右边后卫断球之后不过中场 一个对角线的长船给到特谢拉 你那边的时候这个因为罗梅罗很少回防 那徐友刚又压上来 那么当特谢拉对上立棚的时候 立棚是比较吃亏的 其实从这个苏宁包括前身顺天来看的 无论是德拉干包括崔龙珠 他们都是属于定位球能力很强 另外呢防反能力强的球队 真正意义上说当他们其实在打阵地战时 上个赛季苏宁队出现了这个要保级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的神华队 可能说确实从战术方面来看 这个联赛中呢是有一些问题 那当然杨毅我不知道这场比赛 你觉得啊对于这个球队之后的征程 因为下周足协飞开始了 足协飞这个赛季对神华来说应该是依然重要吧 对对对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失败啊 而且来得非常的及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惨败 很多人说丢球有点多 但是正是丢球这么多 可能给他们这个警钟敲得非常的 我们说非常的重 那么就像五指导赛季他说 他在军医市已经跟队员有货交流了 就是说认清自己的实力 之后的这种战术上的调整 因为现在人员上 刚才也提了 人员上有这个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下窗开始之前 至少这个外员是动不了的 对吧 那么这一点上来说 可能要调整一些战术 调整一些战术 那么这两天要心理上的这个恢复 非常重要 其实这个是有打击的 对队员们打击蛮大的 因为之前顺风顺水 六场不败了 亚冠加冬超的话 六场不败顺风顺水 然后突然一下一个重击 那么两天之后 两天之后 因为是全华班对南东之云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 这一轮能够过去的 因为生华队里面全华班 他有一些老将 比如说像王云 包括像孙世林这种 就是说中生代的球员 这些球员在阵的话 我觉得还是拿下的可能性 非常之大 但是下一周 如果过关的话 下一周会有一场 足协杯的客场 也是单败淘汰制 如果碰上 现在状态非常好的 长春亚太 我觉得是比较 这场比赛非常重要 确实 而且南通这边 咱们了解下来 阵容中应该是有 上岗球员像朱正荣 像李浩文 这样的在封线上 能够去攻城拔车的球员 我不知道老季 怎么来看待 生华队在之后的一个赛程 因为加上足协杯 加上联赛 5月20号以前 大概还有差不多是 6场比赛 这还是强度比较大的 现在上岗神话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还是伤病的问题 就是现在伤病 全部集中在了进攻线 我们看到现在 之前的马丁斯 还有曹英定 这是去年足协杯 两个夺冠的攻城 现在全部是 基本上赛季 现在到现在没出来 然后曹英定 现在没出来 然后马丁斯 也是基本上赛季报销了 而且我们在澳大利亚 也知道了 所以马丁斯付出 不像大家想那么容易的 因为他现在养伤的话 他现在腿上肌肉 已经出现了一些萎缩了 就是这个我觉得 咱们就这么说的话 他再回到升华队 再替联赛的难度 已经非常大 没错 第二点我觉得关键是什么 你看现在朱建荣 本来觉得不错 刚出来打恒大时候 又发挥了 结果在澳大利亚又受伤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关键 伤病情况 还没有得到一个 很好的解决 而且现在问题是什么 现在队员 我们感觉现在体能状况 在中超跟别的球队相比 没有一个优势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现在接下来的两线作战 包括足鞋杯的比赛的一个问题 确实也是看看之后 应该说在现有阵容中 升华队如何去 能够拔出一个最新 和更加高的一个高度 也希望之后的联赛中 升华能够有个 更加好的一个表现 我们这边会给您先送上 这轮中超联赛第七轮 我们所评出的红黑把 然后我们会请出 一位咱们的嘉宾 也是老朋友 让他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 关于上岗 在刚刚过去这轮比赛中 到底哪些问题 导致球队连胜的脚步被终结 先来看一看 本轮连赛中的红黑把 尽管身上没有小猪佩奇 但依哈洛却用自己的表现 应得了所有长春球迷的掌声 客场挑战贵州横峰 在之前的连赛中 仅仅攻入一球的依哈洛 在比赛中大发神威 用自己出色的身体 和惊人的速度 如蛮牛一般 拱死了贵州的后防线 而他的大四喜成绩单 更是说明了 这名前沃特福德 封霸的势不可打 纵观全场比赛 依哈洛用一己之力 帮助球队赢下了这场 事关宝吉的六分大战 而他用四角射门 就取得四力进球的高效表现 更是让人目瞪口呆 反正比赛过后 依哈洛已经一跃成为 长春亚太队内的射手王 而对依哈洛来说 只要能够保持 如此高效的状态 他将永远是长春 经开局场的最强王者 苏宁外援拉米雷斯 效力于切尔西期间 曾经因为自己 出色的跑动能力 而被冠以 蓝色肯尼亚人的称号 而从本轮金进道的表现来看 这名92年出生的鲁能东厂 独已被称为 橙色肯尼亚人 在与广州富丽的恶战中 四肢球队右前卫的金进道 仿佛一堵移动的墙一般 在广州富丽的左边路 制造了巨大的威胁 无论是插上主攻还是魂追 金进道用自己不懈的跑动 覆盖了月秀山的每一寸草皮 下半场比赛 金进道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他在一次反越位最后 把握住了机会单刀破门 帮助球队实现反超 从本场比赛看 金进道的表现 称得上国内第一B2B中场 而如果他能延续这种状态的话 入选国家队相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红榜的最后一位当属江苏苏宁的吉祥 在主场迎战上海深花的比赛中 吉祥再次在南京奥特中心的天空中飞翔 在现场数万名观众的呐喊声中 这名在史前屡屡被赤移 泯然众人的江苏本土汉将 踢出了近几个赛季以来的最佳表现 在比赛中 吉祥仿佛德布劳内附体一般 用一己之力彻底磅礴了 江苏苏宁的本土中场 而这名前裹脚在传球突破和射门的选择上 更是样样精通 全能的表现让南京的球迷大呼过瘾 90分钟比赛内 吉祥为队友送上了三次助攻 并且攻入一力堪称 本轮最佳的任意球世界波 而最终 江苏苏宁凭借着吉祥的出色发挥 在赌场大胜对手 在新帅奥拉罗游到队之后 吉祥已经一步步走出了天前的泥澡 而这名本土大将的出色发挥 也将会是本赛季江苏苏宁 取得理想成绩的最大宝藏 作为曾经在利物普清聚学院中 试讯的中后卫 龙城原本希望成为下一个大名海吉亚 但从本轮的表现来看 龙城却似乎成为了中国版的 乌龙院院长卡拉德 在主场迎战重庆思维的比赛中 龙城在高空球预判中的致命缺陷 被无限放大 在重庆思维两个边路连续的高球传中下 龙城的一次次冒顶成为了 重庆中锋卡尔德克的大体包 在下半场比赛中 龙城先是用一次冒顶 导致老大哥顾操不得不在禁区内犯规 而随后龙城的预判失误 再次帮助卡尔德克破门锁定胜局 而河南主帅塔拉基奇也就此黯然下课 在中超U23政策的大环境下 短期内龙城在队内的主力位置还受不到威胁 但如果这名曾经前途无量的年轻人 依然无法提高自己在高空球防守中的弱点的话 曾经在利物浦视讯将永远变成他职业生涯的最高光时刻了 本轮中超联赛迎来了广州恒大与北京国安的天王山之战 而邓寒文的一次犯规却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进程 尽管广州恒大在特场早早确立了两球的领先优势 但在比赛的最后阶段 邓寒文在禁区内放倒了国安中锋发卡布 为对手送上一粒点球 并且得到了自己的第二张黄牌 黯然离场 而国安的反攻号角也就此吹响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缺少了邓寒文的恒大防线在最后关头被国安连入两球 只能收获一场平局 可以说如果不是邓寒文的离场 恒大原本极有希望在公体的魔鬼客场 全取三分 但邓寒文的红牌却彻底荡送了问永冠军的好局 也荡失了追逐上岛的绝佳机会 在中超七轮过后 恒大已经落后上海上岛五分 如果邓寒文依然无法在球队右后卫位位置上打起精神的话 恒大的中超连贯梦想很可能提前破灭 尽管在客场大胜了贵州恒风 但亚太门将伊凡的表现 依然让人大皱眉头 纵观全场比赛 伊凡并不缺乏精彩扑就 但是他在门前的不稳定发挥 让他成为了长春亚太后防线上的定时炸弹 在比赛中 伊凡的两次扑球脱手 直接导致了亚太球门两度失手 这也为亚太的甜蜜大胜添上了一阵苦涩 本赛季至今 伊凡作为一名年轻门将 已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如果能够改变自己不稳定的表现的话 相信伊凡的未来依然一片光明 好 红黑榜之后回到咱们脸博士 我们也是欢迎真的是很久没有来做客的孙基 孙基你好 你好 刚刚过去这轮比赛 确实上海上岗队这边 1比1战平太达队 我不知道赛前 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连胜的脚步 竟然会被本赛季相对来说 低调前行的太达给终结了 应该说没有想到 那么就说赢多赢少的问题 按照上岗现在这种状态应该说 还是比较顺利的踢的 应该说脚风也好 他的队员的状态 他的势头应该还不错 但是这场球打平了未必是件坏事情 那么其实通过这场球 也可以找出很多的问题 那首先来讲的话 就是队员自己的未失误 都要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觉得应该能够尽量的见面去见面 第二的话就是在心态方面 要做个适当调整 因为你也看到了最后的连续的狂攻 最后还是没有得分 确实在心态上面 也是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其实从比赛本身来看 对于上岗上岗来说 这场比赛是大量的进攻机会 射门的数量总共是达到了17次 而对方门将杜嘉的扑救次数 更是达到了将近要14次 这确实从整个比赛的过程来看 对方的门将差不多一己之力 来形成了门前的一种防守的状态 很多人也说 胡尔克之前在州中的亚冠 也踢了比赛 虽然说他带了一帮替补来踢 但是从比赛的过程来看 他似乎又陷入到那种可能单兵作战 欲望比较强烈的一个状态 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着急的问题 也是一个心态 他觉得就是说自己的状态还可以 然后呢 他的这个射门威力还是比较大 那么所有的这个射门 都想来通过自己来完成 当然这个是一个好事情 一个球员在场上 应该说他的斗志 他的这个战斗力 一直在保持在全队的 应该说高的水平 应该是个好事情 那么其实在更多的时候 能不能就是说在关键的时候 能够假设真传 那么通过自己吸引一到两名防守 甚至于两到三名防守球员 能够给身边的同伴创造机会 我觉得如果一旦 这个能够释放出来的话 那么上岗应该说在进攻方面 应该说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 其实呢 其实从两支球队 深花和上岗这边来看 可能深花这边呢 队员们对于这个大比分的势力 我相信杨毅刚才也说到 跟队员们交流过 球员其实孙吉也做过职业球员 球员其实很实在的一种心理的感受 是不是很多队员 杨毅目前其实特别的沮丧 或者说在比赛之后 应该是情绪很低落 其实我觉得不能用沮丧这个词 就是说失落是有一点的 所以教练组和俱乐部的领导 也在说这两天是要帮大家心理上 进行一些调整 我相信其实这两天过去 当队蓝通的时候 就像孙吉肯定也知道 到比赛之前这些事情就忘了 老季呢 老季跟一些队员和一些 咱们的俱乐部的官有没有交流过 关于这场比赛之后的一些感觉 因为今年也是这场大比分 其实跟去年那场应该比分差不多 对德比那场失败 但那场跟这场最大区别什么呢 那场之前呢 球队已经连着输了好几场 加上输了德比之后呢 会玩了打山东的时候 那就不能再输了 再输的等于是 就是已经到了一种底线了 但这次呢 我觉得之前呢 因为一直比较顺吧 所以现在输了一场呢 感觉还是没有太缓过来 只是觉得很多人觉得在总结 在反思为什么会输 而且教练也在总结 所以我觉得关键看下一轮 因为我们知道足球队有比赛 而且这个周末呢 有这个大连一方这场比赛 而且我现在知道的消息 大连一方这场球呢 那个比利式国家队的主教练 会来上海看球 他会来看那个 就是全界那个国脚看一下 大连一方又要看一下 其实我在想上一场球 你直接去就行了嘛 上一场球你去大连两个都都看了 对吧 我知道了要来上海来看这球 可能这个也是 会让那些队员 可能要表现一下自己 而且据说是据说孙基这个巴西国家队主说也来中超联赛工来考察一些这个目前潜在的一个巴西的国家 你包括像鲁能的这个塔尔代利 其实也有可能比如说上海上岗队这边奥斯卡也会受到一些考察 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上岗这样一场平局 我不知道孙基作为这个因为包括咱们这个孙祥也是在俱乐部里边任这个工作 不知道从这个平局之后的这个角度来看 球队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了解吗 应该说 从就是媒体报道来看的话 队员还是相对比较团结 那么其实当然了 响赢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偶尔的一场球打平了 但是就是没有输还是拿分了 而且特别是在课场 那么最重要还是教练员对球员心态如何去调整 那么就是比如说康复理疗是对球员的这种身体状态 身体机能方面如果做积极的调整 那么打好下面的足球杯或者下面的联赛 老七这个赛季我觉得应该也是在很多场合去点评过这个上海上岗的比赛 我不知道你对于这个赛季上岗 其实从联赛到目前为止七轮比赛 对他们有种什么样的新的一种认识和变化 其实今年到现在为止的表现 无论是在亚冠还是联赛里 上岗的表现现在这个领先的优势包括什么 这就是一个中超现在今年最有可能夺冠军的球队 但是我觉得这个球队现在有一个问题 有件事你应该去做的什么 就是说可以去比如说找孙祥去了解一下 就是恒大过去这么多年夺冠 他在那种遇到困难的时候 或者遇到这种有时候平静的时候 他是怎么做的 因为上海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队里所有的队员 其实他们在中超联赛里夺冠的经历是没有过的 你不想像比如以前有些球队 可能他从别的队挖来一些冠军球员 这些队员有这种经验 但是这个队里现在关键是在这种坎 有些一年可能就那么四五坎 应该怎么做 然后现在球队里面现在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方案 你比如说昨天的比赛 我们看特别明显 下半场就完全就比较着急了 虽然说扳平的非常不容易 但是就是说你这种恒大 这种可能比如说最后的结果 其实对你比较有利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把这场分拿下来 然后把这个优势扩大 其实我觉得昨天还是后来有点着急了 确实目前像老基所提到的一样 在队中这个一线队中有夺取冠军经历的可能也就只有阿尔克森了 但是阿尔克森连赛中确实很难作为主力来登场 当然从本土队来看大量的队员可能在连赛中还没有冠军的企迹这样一个经历 不过从上个赛季来看孙吉 其实上个赛季上岗队有四次机会 获得反超恒大的这个机会 但可惜博瓦斯的球队四次都没有把握住 这个赛季再出现这种类似情况 你觉得球队渡过困难 像老基所说的 卖过这个坎的这个概率会不会更大一些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非常好的机会放在面前 但是没有把握住 上个赛季确实比较可惜 但是这个赛季的优势在于 他上来以后就是非常好的开局 他的这个差距一下子拉开了 那么接下去就是看自己如何的能够 把该拿到分的拿到分 其实老基前面说的对 也就是说队员在比赛中非常关键 就是特别是在这场球 看看我三分肯定很稳的情况下 队员要想赢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赢 这个心态产生的变化 这个是最可怕的 如果能够在这方面 心态方面能够调整好 那么一步一个脚印 该拿三分的拿三分 就是该平的赢了 该输的平了 那这样的话 关键的概率就会非常大 所以说跟生花队一样 我相信可能这样一场平局 出现在太达身上的或多或少 对于上个来说 也不是一件完全的坏事 一个是考虑到联赛的一个残酷性 第二个呢 对于每一支球队都必须要去重视 包括像生花也是如此 不要因为可能苏宁上了赛季状态低迷 而对他们这个赛季 有点轻视 所以说两支球队呢 希望这轮比赛都能够吸取经验和教训 毕竟联赛还是很漫长 包括足鞋杯很快开始 继续给球迷带来一些 令人振奋的比赛的胜利 这可能是大家最希望去看到的 我们这边呢 给您欣赏一下 给您评出的 刚刚过去第七轮连赛 中超中的五家精彩进修 第七轮连赛 主持人们的奥尽 第二轮连赛 最后一边的奥尽 适合并且仲悟 在一层的地方 追到一层的地方 在一层的地方 跟小独行人的奥尽 中超中的回音 民众 最后一层的适合 水 突然 尽 中的 老实 最后一措 这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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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